杭州,2024年2月24日,中国食品饮料巨头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厚近日因肺癌入院治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79岁的宗庆厚曾是中国首富,他创立的娃哈哈集团在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占据重要地位。 宗庆厚的创业历程可谓传奇,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一个普通工人崭露头角,通过多次创业成功,将娃哈哈打造成年营收百亿级别的企业。 娃哈哈在食品饮料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然而,近年来,公司面临产品老化、传统连销体模式受挑战等问题,导致营收逐渐下滑。 宗庆厚曾尝试改革,但面临诸多困难。 在这一背景下,娃哈哈集团的未来发展备受关注。 宗庆厚在病重时,娃哈哈集团将迎来怎样的变革和发展方向成为业界关切焦点。 杭州,2024年2月24日面对娃哈哈集团的发展瓶颈,宗庆厚的女儿宗福利成为备受瞩目的关键人物。 宗福利早在2004年就加入了娃哈哈,经过接20年的培养, 他在公司担任药职,曾先后担任娃哈哈同装、卡倩纳日用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和红盛饮料集团总裁。 他主导推出的果蔬汁品牌KellyOne瞄准高端市场, 同时在品牌联名和营销方面频繁发力,试图实现娃哈哈的年轻化战略。 然而,娃哈哈在产品端仍然面临挑战,品牌里难以出圈,产品老化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宗福利的领导风格与宗庆厚有所不同,更注重品牌孵化, 但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仍然是摆在他面前的课题。 在宗庆后病重的背景下,宗福利将如何引领娃哈哈度过当前的困境, 成为业内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此外,娃哈哈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挑战, 如农夫山泉通过品类营销在饮料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 元气森林等新兴品牌也在迅速崛起。 面对这一局面,宗福利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同时解决公司内部的管理和产品创新等问题。 宗庆后病情稳定的同时, 娃哈哈集团正面临着重大的变革与挑战, 业界对于宗福利的决策和领导能力充满期待。 杭州,2024年2月24日, 面对娃哈哈集团的发展瓶颈和宗庆后的病情, 宗福利成为了娃哈哈未来发展的关键人物。 宗庆后在创业初期的艰辛经历, 以及通过多次并购和合资, 将娃哈哈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 中国食品饮料巨头的传奇故事已经深入人心。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 娃哈哈面临着产品老化、 市场竞争家具以及内部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在产品端, 虽然推出了多款新品, 但仍难以摆脱老三样, AD钙奶、营养快线、 纯净水的印象。 此外, 娃哈哈传统的深度分销体系 在新零售时代面临挑战, 营销和渠道推广的策略也需要进行创新和升级。 农夫山泉等竞争对手通过品类营销和新消费红利 取得显著成绩, 元气森林等新兴品牌也在迅猛崛起, 给娃哈哈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宗富丽的年轻化战略在品牌联名和营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在产品创新上尚未实现突破。 作为宗庆后的女儿, 宗富丽在娃哈哈的职业生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她曾在鸿盛饮料集团担任总裁, 并推动了娃哈哈的品牌年轻化转型。 然而, 在产品力不足的情况下, 单靠营销和渠道驱动的模式, 难以维持娃哈哈的长期竞争力。 宗庆后的病情加剧了娃哈哈的内外压力, 如何引领公司渡过难关成为摆在宗富丽面前的重要课题。 同时, 娃哈哈的管理层和员工也在期待她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展现出领导者的智慧和魄力。 宗富丽需要在保持企业稳定运营的同时, 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解决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 提升产品创新和市场竞争力, 以确保娃哈哈能够适应飞速变化的市场环境, 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这也是业界和社会对宗富丽所寄予的期望。 随着宗庆后病情的不确定性, 宗富丽的领导能力将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 他将承担起引领娃哈哈度过风险期的责任,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杭州,2024年2月24日, 娃哈哈集团面对市场竞争激烈和内部管理问题的双重压力, 宗富丽作为公司的关键领导者将在当前时刻展现其领导才能。 宗庆后的创业经历和对娃哈哈的奠基, 使得娃哈哈在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近年来娃哈哈在产品创新、市场拓展和管理层稳定性等方面面临了一系列挑战, 导致业绩起伏不定。 宗富丽此前在鸿盛饮料集团的经验和娃哈哈品牌年轻化的努力, 为他领导娃哈哈提供了一些宝贵经验。 在宗庆后的病情加重的情况下, 宗富丽需要在保持公司运营稳定的同时, 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发展战略, 以引领娃哈哈迈向下一个辉煌时期。 对于娃哈哈而言, 不仅要关注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还需重视品牌形象和产品创新。 农福山泉等品牌通过营销手段成功创造了年轻人的情感链接, 而元气森林等新兴品牌也表现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宗富丽需要通过提升产品创新力, 使娃哈哈的产品线更加符合市场需求, 挖掘新的增长点。 同时, 它还需审视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 加强团队建设, 确保公司的决策能够迅速应对市场的变化。 公司的联销体模式面临新零售时代的冲击, 因此, 宗富丽需要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 积极拥抱新技术和新模式, 提高公司的市场敏感性和响应速度。 宗庆厚的传奇故事背后, 是他对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的执着追求。 宗富丽将继承这一精神, 并在面临公司转型时, 注重产品创新、 市场拓展、 团队建设等多方面工作, 以确保娃哈哈继续在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宗富丽作为宗庆厚的继任者, 将在这一历史时刻展现出他的领导力, 引领娃哈哈在新的市场格局中取得更大成功。 随着宗庆厚病情的发展, 宗富丽的责任将更加重大, 他将引领娃哈哈走出困境, 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业界和社会对宗富丽的期望也将随之升温, 期待他能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